妙星终于放下一切开始炼制丹氏了 而随着他炼制丹氏的这一举动 也终于揭开了当年张怀义夜闯堂门的过往 而这就要从张望歇斯底里的对唐妙星怒吼说起了呀 就听张望质问唐妙星 丹氏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当年你我可都是亲眼看见的 丹氏他可是失手过的呀 话到此处张望就指着张楚兰说道 现在正好张怀义的孙子 张楚兰也在此 他不是一直想了解他爷爷的事吗 那我就让他知道知道好了 虽说在老校区的时候咱们已经说过了 只是细节没有告诉他而已 丹霸张望就看了眼表情有些猛的张楚兰说道 因为当年唐门还没有拆除大型的触发类机关 当天晚上张怀义刚进老校区 就直接触发了很多机关暗器 眼见硬闯山门无望 张怀义扭头就跑 他的身法也确实灵活 能跟上他的只有你我以及杨烈门长 之后咱们跟张怀义有过短暂的交双 所以我很清楚杨烈门长当时就在张怀义的周身布下了单式 张怀义虽然察觉到了危险 但他却不知道这危险究竟来自于何处 于是你我便亲眼看到了 张怀义仗着有金光护体 直接就选择了穿过单式逃跑 不过可惜的是 单式仍然是把他的金光吞噬的千疮百孔 也就是说张怀义百分之百中了单式 但这又能怎样呢 咱们一路追下去之后 才发现他身上的单式根本就没有发作的迹象 后来我们追出了老校区 杨烈门长因为不想放弃 所以就吩咐让你我原路返回 他自己去追踪张怀义 然而这一曲 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直到几天之后 唐妙心里接到了杨烈门长的电话 你能说说 当时他都跟你都说了些什么吗 唐妙心淡淡地回道 杨烈师兄在电话里跟我说 让我们别提他担心 他还说用不了多久 他会送唐门一份大礼 听到这话张望接口道 现在看来 杨烈师兄口中的大礼 应该就是张怀义身上的气体源流了吧 而一旁听到这段尘封历史的张楚兰 却有些愣声 也不知道他此时的心里究竟在想了些什么 与此同时 就听张望又对唐妙心说道 虽然我没见过气体源流 更是不知道他是个啥东西 但我仍觉得巧取豪夺 别人手段的做派不地道 不过杨烈师兄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唐门 他作为唐门门长 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 而我讲这么多其实就是想告诉你 但是对于你我或者对于唐门人来说 他的确可能是至高神圣的存在 可是对于这个世界来讲 但是他可能素来就不值一提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无坚不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唐妙心你应该放下 或者咱们一起放下 至于关于唐心的事情 我可以答应你 你若想赎罪的话 咱们有很多方法不是吗 可唐妙心却果断地拒绝了张望的请求 他说道 在他成为唐门的新门长之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前往公司查看张怀懿的尸体 因为当时尸体还在华北负责人虚想手中 所以他为了这件事 还差点跟公司的董事会闹翻 不过据理力争也不是没有结果 最终在公司重新布置现场前 他还是秘密地见到了张怀懿的尸体 仔细观察之后他才发现 虽然张怀懿表面上的死因 是一剂来自胸口的重剂 然而在其小腹部 却仍能隐约地看见经脉崩溃的痕迹 基于此 他推断张怀懿不仅中了丹氏 而且丹氏还起了效果 所以甭管什么八旗锦 什么气体源流 种种手段在丹氏面前都如同小儿科 而丹氏的神话也依然不会熄灭 言罢 唐妙心就扭头对张楚兰说道 自从你入世以来 确实是有很多人在惦记你身上的东西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这个想法 听到这话的张楚兰有些不明所以 随后唐妙心就用拳头啪的一声 捶在了自己的胸口 他告诉张楚兰 别说巧取豪躲 就算是你张楚兰把气体源流送给我 我唐妙心也断不会接受 原因无他 就是因为我们唐门有唐门的骄傲 听唐妙心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说完 站在他身后的张望就把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然后又重重地大喊了他一声师兄 唐妙心知道张望这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想劝自己放弃继承丹士 然而心意已觉得他 又怎么可能会轻易地听劝呢 所以唐妙心摆了白手 就直接朝前面走了过去 见状张望也知道他已无法阻止唐妙心 随即便极其失落地低下了头 接着在所有人的围观之下 唐妙心盘膝坐地 正式开始了继承丹士 而张望似乎是猜到了结局 索性就直接闭上了双眼 因为他真的不想看见 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的师兄 惨死在自己的眼前 可无论张望他怎么想 唐妙心继承丹士的事情已是定局 因为此时的唐妙心正在行弃 随后他的周身就涌现出了一股 极为恐怖的黑色气炎 然而这股恐怖的气炎并没有维持多久 不到片刻的功夫 就渐渐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而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的张望 这时也睁开了双眼 之后就在他双眼落寞的注视之下 唐妙心便进入了继承丹士的下一个阶段 只见唐妙心额头先是出现了一个蓝色的气点 与此同时他的前胸处 也渐渐地多了一道由气构成的蓝色纹路 当纹路出现时 额头上的蓝色气点也开始了向下延伸 没过多久 气点延伸出去的线就到达了唐妙心前胸的位置 在之后 这条延伸的气线静直来到了唐妙心的丹田 然后在丹田处开始凝聚 又逐渐汇聚成了一个螺旋的图案 前胸处的旋转气线加上后来这条延伸的线 两者共同构成了唐门丹士的行器路线图 而围观的唐妙和唐宇对此却相当的熟悉 见唐妙心已按照丹士的路线行器完毕 唐妙就开口说道 行器已经结束 现在就看练了 唐宇文言揭话道 文长现在这是已经跨过了观罕言 这可是唐灿和英杰没有跨过的阶段 他的话音刚落 唐妙心身上的气线就开始了逐渐的变粗 接着又聚拢在了一起 凝聚成了一个蓝色的气点 见状唐宇立马就紧张了起来 他自言自语道 这终于是要开始练气了吗 可是随着时间的一分一秒的过去 唐妙心的身上却没有了任何的反应 直到过了许久之后 唐妙心才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他淡淡地开口交代道 唐心张望 秋山以及唐门的诸位们 唐门以后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而随着唐妙心的话音落下 他额头上的气点便瞬间地炸裂了开来